并不是你是哪一个型 你就一定是能力比较好 同样一个型 你可以是非常聪明 或者是非常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那本周的主题呢 是人格测验与植埃的发展 探讨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人格的测验 以及了解说我们要怎么正确的使用 而不要误用 那么我觉得我也很佩服哈佛商业评论 连这一种文章它都蛮多的 我们觉得它都在谈策略谈管理 但是哈佛商业评论也有蛮多 有关于人格测验 因为它可能跟职场的发展 真的还是息息相关 那么今天呢 来到我们的人物面对面的贵宾 也就是这一阵子以来 蛮红的在这个领域 蛮权威的 而且是一个网红级的人物 那我有很多同事跟我说 那你要谈这个主题就要找Sherry来 那我一开始也不以为意Sherry 我说好好 那我要事先准备的时候 我就会上YouTube去看 那一看说 这不是我不认识的朋友吗 什么时候 Sherry变成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一开始没有想太多 那我几年前认识Sherry呢 她那时候是开平中学的国际部主任 我知道她是开平中学创办人的女儿千金 所以我一直印象中她是这个身份 哇我不想她已经斜杠发展到这一块 这个人格测验这一块来 那我们今天呢 尤其如果这个可能前几天有听我节目 就比较知道 或者是你有在做这个测验的 比较年轻的朋友应该知道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待会节目还是会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最近呢 台湾呢 蛮红的 应该是说从国外到韩国 韩国现在非常红 就是听说年轻人见面都不是问 你是什么学型 或者你什么星座 都问你是MBTI是哪一型的 16种人格特质 那她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贵宾呢 Sherry呢 在这一方面是蛮有研究的 那这个我就让Sherry来跟听众打打招呼吧 Sherry先打招呼 免得我一下子讲太久 没有没有 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Sherry 好 那Sherry呢 事实上也是学霸级的 她13岁就移民澳洲 到大学的时候 就到美国的名校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念组织心理学的学士 那在几年前呢 非常好学 又回去念的硕士 也是组织心理学 我们还是先请Sherry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跟这个人格测验 这件事情的结缘是什么 以及我们叫MBTI 我怕很多听众 像我没有做这个节目 我平常也没有在做这个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MBTI 所以前面的听众可能 如果你有听过前几集 应该有一点理解 那我们现在呢 还是邀请这个 因为那Sherry呢 在网络上有好多影片 在介绍MBTI 所以我们先请Sherry 先分享一下 她为什么对这个 这么的有研究 为什么花很多地区去研究 为什么研究之后呢 除了用在自己身上 用在自己员工身上 用在她的工作身上 还愿意来分享 拍了很多影片来分享 所以先请Sherry来 自己说好了 自己 好 谢谢毛衣姐的介绍 先讲 我绝对不是学霸级的 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 我之前碰到我们那个 小学的那个班长还在讲 我是班上就是倒数的 然后老师其实对我也很头痛 所以我知道 我母亲有跟我讲说 小时候她有被叫去学校 然后她都是哭着回家 因为她觉得 她的女儿在台湾的发展 应该没什么救了 老师好像把我定位成小太妹 因为好像很皮 而且老师一度跟她讲说 哇她在男生面前还继续 讲话很大声还跳舞 好像不知检点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有幸 13岁我搬去澳洲 因为以我这样的个性的人 可能在台湾的教育体系 不是很适合 那我去大学念的是 社会学跟心理学 一开始念的是心理学 但是后来发现说 其实我们很多心理上面的问题 是我们社会的趋势所造成的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不能光专注在个人 其实比如说 现在很多的忧郁症 或者是现在很多状况 其实是因为我们3C的发达 然后小孩子跟母亲的连结 没有像以前这么深 现在我们小孩子常常花很多时间 在3C上面 所以其实很多状况 你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 其实你必须要看到这个社会的状态 所以我大学本来是心理学 后来就觉得说 社会学要学 所以我大学念的是心理跟社会学 那组织心理学是最近5年内才回去 在进修的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有点中年危机 碰到瓶颈 那我们刚在录podcast之前有在聊 就是说我觉得之前在家族企业里面 不管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在家族企业里面的定位 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身为一个母亲 就有三个小孩 身为妻子 然后怎么样平衡家庭事业 然后都觉得有些困扰 就是觉得我用很多理论 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想办法 就是解决不太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说 回学校再去念书好了 也许透过念书会有一些计划 那你抛夫气死啊 三个小孩 我抛夫气死 我真的非常谢谢我老公 就是还有我妈妈 我去年的degree是一年飞去四次 一年飞去四次 然后每次两个星期 那还好 那还好 然后中间的时间是线上 所以那他有一点点像是心理学的MBA 所以他叫做XMA 它是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 就是特别给高阶主管设计的组织心理学 所以你必须一定要是高阶主管 而且你必须一定要是在职的人 所以他多一些应用 少一些理论 所以去了那边以后呢 那讲到为什么会认识MBTI 是因为进去嘛 本来一开始是想说进去 就是碰到人生这么多问题 老实说啦 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旁边的人都有问题 我不是问题啊 都是旁边的人的问题 我一定要来学一学 怎么样来治旁边的人 那所以去了以后呢 我们教授第一个就是说 Organizations go where leaders go 这个组织要去哪里呢 就一定是领导者去哪里 组织就会去哪里 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特质跟盲点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看清楚 带领这个团队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做了一大堆心理评量 那我在这里特别用评量这两个字 不讲测验 就是我不太希望我们讲测验两个字 因为测验其实你就会觉得是有分数高低 那评量其实只是告诉你 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做了 大概有二十几个吧 那其中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Hogan 就是说Big Five 里面那个霍根的 我也有做 那那个也是影响我蛮大的 那我先打岔一下 所以意思是说你四十几岁去读书的时候 是你的career碰到瓶颈 也就是在家族企业里头碰到一些瓶颈 所以你去念这个是认为 可能都是别人有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然后你去念的时候才第一次碰到 我们待会要谈的NBTI 或Hogan这个评量 也是这几年的事 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老师会教你做这个 这个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 老师那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领导者一定要有自我觉察 就是你没有 你不晓得你自己的盲点 你的盲点就是你的组织的盲点 所以评量就是来了解 你到底是怎样的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错 做了二十几种评量 做二十几种不同的评量 那直到Harvard Business Review里面有几个 也在讨论不同的评量 对我来说每一个评量 其实我们人是很复杂的 都像虾子摸象 你只是摸的部位不一样而已 所以你摸的都是对的 只是我们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解剖人性 那做了那么多评量 对我来说 有发现你不了解的自己吗 有 或者用不同角度看你自己吗 真的真的是非常惊讶 那你说我是到各种比较大学来做这种心理测验 是不是 评量 不要用测验 心理评量会不会觉得 这对这个一般人会不会觉得 这是不是有点游戏性质 因为我们去面试会做一下评量 是很严肃的学问 事实上是很严肃的学问 在评量都是学者专家研究出来的 对不对 是是是 是没错 当然我们做评量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下 这个我等一下要讲一下 为什么大家说 我绝对不让人 就是我绝对不推荐别人用MBTI来选材 或者是任何 我不是很推荐别人用任何评量来选材的原因 就说其实你在一个不是很安全的状况下 你是不太会愿意诚实面对自己 因为比如说我知道你是要来 透过这个评量来选我 我是不是一定表现我最好的状态 我怎么会告诉你我会晚起床呢 我怎么会写说 我做事情会拖拖拉拉 我不可能会真实的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算你看得到我的回答 我不知道是你要做什么用的 我可能就不会写出最真实的答案 那再来在做评量之前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心态 就说你做这个评量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那我们在做评量的时候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评量只是让你自我觉察 让你变成更好的领导者 让你知道自己的优势 跟你的盲点是什么 所以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而做的 那所以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反思 就是说你做完以后 它需要一个debrief 你做完以后 那你知道你的 你是什么类型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还要问然后呢 因为如果你知道 比如说我们讲星座 OK你是摩羯座 你是天秤座 然后呢 你因为知道这些讯息 你可以怎么样变成更好的人 你可以怎么样让你的关系更和谐 你可以怎么样变成更好的老板 如果没有后续的话 只是帮你自己贴一个标签而已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Sherry说 你做二十几个评量 后来你是发觉 这两种 你现在有Hogan的认证嘛 对 你也有MBTI的认证 对 我还有一个是IDI 就是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就是跨文化敏感度 因为这二十几个评量中 我觉得有三个 就是让我有点 好像被电到 被打醒的感觉 就是这三个 那可不可以稍微跟听众介绍一下 这三个不要很长 就是比较很快的讲 简简易概说MBTI是什么 然后Hogan是什么 MBTI它其实是一个 自己做的问卷 它们这三个都是自己的问卷 你自己填写的问卷 那MBTI所要看的 就是你的心智功能 你是怎么样思考 然后你是怎么样执行 那它看的不是你的行为 它不是说你是怎么做事情 它是真的想说 你的思考逻辑 所以我们常常说 你这个人都没有sense 你怎么这么没sense 我们这是common sense 其实你做了MBTI 你就会发现说 每个人的common sense 都不一样 好 这个就是MBTI 它可以给你最大的领悟 就是说 哇 原来每一个人的common sense 真的都不一样 没有优劣 没有优劣 然后你比较厉害 你就是这一行 没有 这样 你比较笨一点 差一点 或比较不厉害一点 或者比较能力差一点 就是这一行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 而且并不是你是哪一个行 你就一定是能力比较好 同样一个行 你可以是非常聪明 或者是非常笨的 就说他这个行跟IQ 是没有连结 跟能力是没有连结的 就说 就像你是天平座 你是什么摩羯座 你可以是发展好的 你可以是没发展的 他只是讲说 你是这样子 你的心智功能是这样子 那其实后来也有科学家去看 就是脑部科学家 就发现说 不同的心智功能 他脑部亮的地方会不一样 所以他的思考逻辑 那这是MBTI 那为什么他会不错 你觉得 第一个我觉得他简单容易懂 他的入门门槛是低的 所以在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 可以很快地让你理解的一个评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很快地可以让你看到说 原来每个人的不同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每个不同 都在这个社会上是被需要的 重点在这里 都是被需要的 没有说是需要哪一型 我们不行都只要哪一型 所以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好 或者什么 我们每一种型的人都要 每一种型的人 他都有他的优点 跟他的盲点 这是我觉得第二个 第三个其实MBTI 它的基础是融格的心理学 所以对我来说 透过了这个评量 我也更能够了解 融格的心理学的理论 其实融格心理学讲的有一些东西 其实它有一点悬 比如说你自己压抑 你自己的某一部分 就是你会投射在别人身上 比如说我如果定位 我自己是女强人 这是我的persona 这是我的面具 那我会压抑我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我就不愿意让我脆弱的那一面 显示出来 那我会把这一面投射在别人身上 那我看谁我都觉得 你怎么这么软弱 你怎么这么脆弱 你在哭什么 所以这就讲到为什么 我后来跟我的小孩关系 我才看到我为什么 跟我小孩关心紧张 因为我没有看到 我一直把这些投射在我小孩身上 然后我就看他们 这个也不顺眼 那个也不顺眼 其实是看我自己不顺眼 那像这些理论 其实说起来有一点悬 但是透过MBTI 我更可以了解融格的一些论述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MBTI它的好处就是 入门门坎低 很快的可以让你理解 为什么我们世界上是需要 各种不同心智模式的人 那第三个是让我更能理解融格的一些论述 所以我还是跟听众补充一下 就是MBTI事实上是两个 前面的MB是这一对母女的姓 Meyer Briggs Meyer Briggs Meyer Briggs是女儿的爸爸的姓 应该就是爸爸的姓 女儿的姓 然后妈妈的姓是Briggs 那T是Type 然后就是类型的Indicators 因为我怕听众 没有记得 是是是 对不起 没有忘记解释一下 然后它事实上是四种向线 每一个向线有两个 比如说你是跟外界互动的方式 是内向还是外向 然后第一个是你认识外界的方式 是感知还是 对第二个是你收集讯息的方式 收集讯息方式你是透过感官 你的sensing还是intuition 还是你看的是大方向 是靠直觉 所以又分成两种类型 一个是靠感官的 一个靠直觉 然后另外就是你的思考模式 你做决定的方式 是思考型 还是感觉 情感型 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 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逻辑 或者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说 我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会怎么想 我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别人会不会受伤 好这样是你的 做决定的思考模式 然后它第四个构面是 第四个构面是 你怎么执行 执行你的 你的想法 你可能是perceiving perceiving的人 比较是随约而安 比较灵活一点 那可能他的缺点 就是比较拖延吧 因为他老是觉得说 这个人生是来体验的 所以我不用那么快做决定 那另外一个是judging judging就觉得说 所有事情做了决定 我才可以继续走 所以judging的人 他会比较组织能力 就是比较 不要说 组织能力强 他爱组织 他希望控制外在的世界 所以你看时间表排得好好的 或者说谁应该要做哪里 这种就是 比较想要控制外在的世界 他要控制外在的世界 所以他可以放松 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 他有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人对于这种 控制狂的不理解 就是控制狂 其实他内在是很 有点不安的 对因为他紧张焦虑 对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我可能是身心的 所以意思是说 跟听众在分享 因为这样子四个象限 每个象限 两个够面 你是内向还是外向 你是感官的 还是直觉 你是思考型 还是情感型 你是判断型 还是感知型 这样组合起来就有16种类型 就16种类型 所以刚刚你提到说 因为这个 你开始做这个之后 你跟你的亲子关系就改善了 因为你就开始比较可以包容 包容说 我可能是判断型 我的女儿 儿子可能是感知型 以前你可能会催他们 然后他们都讲不听 所以就会升起 现在你说 可能他是不同型的 所以你就多了一点包容 是这样吗 我觉得包容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其实就走到欣赏 因为包容还是有一点觉得 我是比你好 只是我现在忍住你 我可以受得了 我强迫自己受得了你了 那我现在就会看到说 不同面向的优点在哪里 就像我说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 我做的方式才是common sense 我做的才是对的 那我自己分享 就是我是ENTJ 所以对我来说 你知道 就是外向一点 E就是外向 对外向一点 因为这几个英文字 可能大家会想 那是ENTJ是什么 对 但是在这里的外向 我也不希望大家想到 是我们一般讲中文的外向 外向比较是 看重外在世界的价值观 比较 比看重自己内在价值观 它的关注力是在外界 所以外向的人 不一定就是都能言善道 或者是很爱party 他只是会 比较在意外在的价值观 然后他也可以从外 跟外在的互动 获得能量 就是比如说 出去外面看看走走 那我们讲说爱面子的人 有的时候就说 很care别人讲什么的 那他可能是比较外向的人 因为我很care 外在是怎么看我的 那像我这样子的人 我就会觉得 你这样子别人会怎么说你 别人会怎么说我 对不对 就是对小孩 就算我心里觉得 这是不太好的 但隐隐约约还是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人家怎么说 你这样人家会觉得 你很丢脸 你不觉得丢脸吗 我都觉得丢脸 你知道 就是之前会这样子的 看待小孩子 包含他们的功课也好啊 或者是他们的行为 那我小孩子也有的 就是拖拖拉拉的 就是有的是 好像前一天晚上 才要做功课的那种 那以前也就是很受不了 我会去每天盯他说 进度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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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现在有看到 我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三个孩子 那我讲这个比较明显 就是说 我现在看到他 其实他有一些 蛮厉害的东西 就是说 他的灵活度 就是比我强很多 就是说 只要碰到一些 不顺心的事情 我觉得他的应变能力 比我强 那他的应变能力强 来自于他的灵活 来自于他的 P的倾向 所以 P的倾向 对 感知的倾向 是 P是 OK P的英文是 Perceiving Perceiving OK OK 那我可以问一下 Sherry说 你开始做这个MBTI 之后 你对你自己有什么 以前不理解的发现 对自己有什么 重新自我了解 哇 很多 我觉得 我现在写一本书 我昨天在写的时候 我也在恍然大悟 就说 其实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可以重新开始 可是爱面子 就是我的人格特质里面 爱面子这一点 就是 让我觉得会太晚 就是我的 我的面具 我的Persona 我已经 抓住了 这是我的人设 就是我很小的人设 就是觉得 我要做一个 成功女性 女强人之类的 那我 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美国发展得很成功 那我回来台湾以后 发现 啊 原来 我在广告界 其实 东西不太translate 就是 美国的广告业 媒体跟台湾的是不一样的 嗯 那 因为这样我 我的性格 不 不愿意让人家看到 我脆弱的那一面 嗯 这个是我的盲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从台湾的广告界 重新开始 我就没有 不愿意 表现我脆弱的那一面 我就不愿意重新开始 嗯 因为我不愿意 在三十岁的时候 又感觉好像是 刚进 新人 哦 所以我其实人生做了很多决定 都是因为我性格上面的盲点 哦 我不愿意 呈现我 我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事业 我三十岁的时候 还有创业 还有做别的事情 嗯 那 没有求救 可以求救的时候 没有求救 就是你 怕丢脸 餐饭 餐饮 我在之前 我开了一个蛋糕店 哦 好 我开了一个蛋糕店 呃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 啊 你们家是开瓶啊 你有所有的资源啊 你开 那时候85度C正行 嗯 就说你一定可以赚钱的啦 你你你你 你又能干 又什么什么 你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 那EMTJ的盲点就是 跟自己的身体 还有跟自己的核心价值 没什么太大的连结 嗯 嗯 EMTJ ESTJ 想要做 符合逻辑 对的事情 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觉得 大家都说可以 大家都觉得赚钱就去做 我一辈子没有想要开过店 我也不想要做老板娘 我也不想要做老板 其实我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最想 做的还是留在外商 公司做事 可是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执着在我的人设 嗯 就是 我还是要做头 我还是要做主管 或者是老板 那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我自己领悟到说 哇 所以那时候走了很多冤枉路 所以创了蛋糕店 后来 当然就失败了 没有很成功 后来就做了别的 呃 后来做了别的 就是白燕餐旅 行销整合 就是做的也还好 嗯 就是 但是 没有我想象的 没有我 我期待的成功 就是 他就是一个 平平的 嗯 那现在也收起来了 对 那时候后来回到家族企业的时候 把他收起来 所以回学校 回开平 对 成立国际部 也做了七八年 五年 五年 做五年 是 所以你是到去念硕士 我成为Columbia 才发现说 啊 我以前就是被我这个性格 没错 是不是 而且我其实中间 耽误了 有一度非常忧郁 就是 三十到四十岁 来来回回 很忧郁很多次 有的以为是产后忧郁 嗯 有的时候是觉得事业上面 嗯 就是 莫名的有时候起来 就掉眼泪 走一走就 哭 好 然后 觉得 我觉得最严重的时候是 看到三个小孩都觉得 哎 没什么母爱 都觉得看到都是责任 三个人就是又要干嘛 又要干嘛 所以那时候我真正开始就是 求救 嗯 求 所以 差不多四十岁开始 一路就是有一点 就自我觉察心灵成长 然后我觉得一直到回去念硕士 才是 就是真的 达到高峰 哇 所以 一直都有觉得说 这样子不太对 因为一定是觉得不太对 才有动力要回去念硕士 是是 那你为什么当初选这个硕士 组织心理学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纽约 还是Colombia这个community 还是熟悉的地方 嗯 第二个是 呃 其实他这个 这个program叫做change leadership 嗯 就是推动改革 嗯 那我们教授也说了 就是说 其实来念的人 通常是想要在人生 做一点改变 嗯 不管他们知不知道 我们就是会吸引到 想要在人生做改变的人 所以我觉得也许是因为这样子 看到他们的这个介绍 我就觉得非常吸引我 嗯 所以那时候 我考虑了一年 我第一年 application写到一半就停了 我想说我有那么多小孩 要养是不是 要照顾 就是提 就鼓起勇气 就是 跟我老公说还好 跟我妈说比较麻烦 啊 你是三个小孩的妈 你还 对啊 我可以想象 我可以想象 因为小孩 不是因为他比较辛苦 他要帮我 他要去住我家 帮我看小孩 所以 他很伟大的妈妈 他很伟大 他比较辛苦 所以你真的做这个测验之后 了解的时候 原来我是这个型 原来我以前就是太执着于这个所谓的人设 所以你念完之后 你就比较可以坦然面对自己 了解自己之后 坦然面对 就不会犯以前这些错吗 我觉得在那边其实领悟一个就是说 我自己性格上面的盲点 还有就是 另外一个ENTJ盲点 我刚刚有讲到说 跟你自己核心价值没有很连结 就是 我发现我 很多时候做的事情都是 想要做对的事 而不是 都没有问我自己 你 我想要什么 就是ENTJ它的强项 它最擅长的心智功能 它其实是做决定跟心智 跟做资源整合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社会上面非常赋予 很高价值的一个心智功能 这是ESTJ ENTJ 他们的共通点 所以为什么 你看他们会写什么 企业家 总经理之类的 因为这样子的人 其实他从小很容易就被人家讲说 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所以很快的看到说 事情要该怎么做 然后赶快把它 想出一个设定目标 想出执行计划 所以他们的优势 就这样子人格类型的优势 它其实在于 做事情快很准 所以就是执行力很强 但是他们的一个盲点就是说 他会把自己的情绪压下来 因为想象一个很有效率的主管好了 或者是不管是家庭主妇做妈妈 一次管很多小孩 或者是主管 一次管很多人 一次要整合很多资源 他一定要确保 大家都一定要on time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 没有不可以打个喷嚏 或者一生病 就毁掉这个计划 所以一定会把 所有自己的情绪 跟身体的状况压抑下来 所以这个类型的人 很有可能是身体 有出问题了以后 才晓得说 我可能压力太大 因为他不太心疼自己 他也不太会心疼别人 因为你会觉得别人 为什么你就tough it out 就是一个小感冒 你到底有什么 就是继续上班 我都继续上班 你休什么假 没错 是不是 我觉得没有 没有觉察的人 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么 脆弱 怎么这么脆弱 我都说年轻同事都怕笑脸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你没有办法接受 你自己有脆弱的那一面 你是看不到别人脆弱那一面 那 其实到最后 每一个人都有脆弱那一面 每个人都有感情 你再压 压压压压压久了 就会像我那时候一样 走路起来 起床 走路走一半 就开始掉眼泪 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这种性格人 不是没有感情 你只是不晓得你的感情 你没有连接他 你一直没有跟他有连接 你就 他出来的时候 你不会去管他 所以为什么 我到 我那时候也 身体有出了一些问题 那 对自己的批判也比较多 那对自己批判多 对别人批判多 那受害者会是谁 一定是身边的人 小孩子 你对你自己批判 你也是 看你的小孩 也是都不顺眼 看谁都不顺眼 那你后来为什么 会去做这个 开YouTube 就是Sherry's Note 对 心理 心理笔记 对 这就是在介绍MBTI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是在讲 分享组织心理学 但是没有什么人 要看组织心理学 到底是为什么 没有 我讲一开始来录YouTube 其实是Tina 就是我的那个 伙伴 我的助理 因为我们那时候 碰到COVID 我那时候离开 家族企业 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然后碰到COVID 然后我们又 大家都关在家里 又没有生意 那那时候Tina 就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把你 每天在跟我讲的 这些事情录起来 我觉得会有人看 那他其实之前 就跟我讲过了 我说不要 我觉得好飞哦 我不要上 我不要录 但是后来 因为反正我们也没事 就开始录 那我觉得录了 的原因也是 在家里 第一个也是没事做 第二个也是 我觉得有些知识 你不去复习 你自己也会忘记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 录了很多是 多元共融啊 或者是组织里面 怎么样 部门怎么样相处的 那后来就很多人 在问MBTI的事情 我就看到我朋友 问很多MBTI的事情 我就觉得太多迷思 太多误解 我就开始录MBTI 就发现哇 问题好多 所以一录MBTI之后 就爆红了 对不对 爆红 我也是不晓得 现在有多少人订阅 现在 17万吧 17万 对也没有 短短的时间内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 对MBTI有兴趣 我自己觉得啊 很多 当然韩国的明星 就是idols 就是都有 你只要看他们 他们都会讲 他们是什么星 每个人都会暴露 他是什么星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像Oprah 对Oprah有在讲过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希望被了解 我觉得不管你是 透过心理评量 你是星座 你是紫薇斗树 我是什么命盘 我是什么做命的 我是什么星座 我觉得每一个人 心里都渴望 别人理解他 如果我可以透过 告诉你 我的星座 或者我的MBTI 可以让你理解我 欣赏我 那这个应该会 带给我喜悦 我觉得这是 每个人的潜意识 每个人心里 就deep down 他们的需求 那你开始在YouTube上 分享 开始讲这个 大概有多久 然后大概都是一些 什么问题在问你 多久啊 好像没多久 我大概开始做MBTI 大概也带六个月 不止啊 九个月的时间吧 那一开始 我录的一个类型 是INFP 那那一集就有 很大的反响 因为其实我刚刚 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社会上面的 价值观 比较是希望我们 变成ESTJ 这样子的人格 类型的人 就是外向 外向 然后比较是感官 就是就事论事 然后思考性 思考 富有逻辑 不是情绪化的 然后做事 比较是规划的 有条理的 有条理的 有时间框架的 所以其实我们内 现在价值观 尤其是父权社会 会比较希望 会比较觉得成功人的图像 是ESTJ 所以我第一集录的是 INFP 就是跟他完全相反的 一个人格类型 因为我觉得 他们很辛苦 所以 我一开始就是说 我觉得INFP的人 辛苦了 然后没想到就是 我觉得这句话 给大家带了很多共鸣 就是很多人开始就写说 一听到就开始爆哭 那 我听到我也很难过 其实我看完以后 我才晓得说 哇原来 我们社会的价值观 给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创伤 包含我自己也在内 我觉得 我在 录这些 有一点是自我疗愈 也有点是忏悔吧 因为我一路走过来 我也是比较倾向 接受社会这个价值观 然后你一直欺负INFP INF不是那一项直觉情感感知 好 跟听众补充一下 应该没有说欺负 但是 不一定有看重他们 就是 可能没有去欣赏到他们 可能 也 接受了社会这样的价值观 所以 我觉得 录这些 一个是自我的 自我疗愈 然后一个是希望一些 有一点 给他们一些反馈吧 就是说 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他们通常辛苦 在哪里是说 不受 意见不受重视 还是他们常 有一些委屈也不敢讲 他们辛苦的地方是 因为我觉得 呃 我觉得每一个人格类型 他都有他辛苦的点 不是说 ES TJ ENTJ 这样类型 没有辛苦的地方 每一个类型 都有他辛苦的点 只是INFP 他辛苦的点 比较不被人家看到 因为他们 这样子类型的人 就是他的思考 是比较在内 内在的 然后他们可能 比较多一些 嗯 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于 就是他们做每件事情 他第一个会想说 这是不是符合 我的核心价值 我做了这个 会不会舒服 可是你知道 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 谁管你舒不舒服 我要你乖 我要你听话 我叫你去考台大 我管你想不想 你成绩够好 可以念医科 你为什么不念 所以 对于我们的教育体系 其实没有什么 在管小孩子 喜不喜欢念这个 舒不舒服的 老师叫你做好 就做好 嗯 那当他 自己头脑里面 有很多想法 然后 他很在意 自己舒不舒服 或者是他跟自己价值观 很有连结的时候 那他可能在表现出来的过程 应该是不会被鼓励的吧 除非是父母都非常开明 很多时候父母会觉得说 你干嘛不像其他小孩子一样 你就听话就好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在发什么呆 那对于 IN的人特别 就说你如果去看 有一本书是Dario Nardi 写的 台湾好像还没有翻译 他就是拿MBTI的人 去量他们的脑 就是看他们的脑部 哪里会亮 所以他就发现说 像IN的这样的人 比如说像反应很快的 ES或者是E倾向的人 外向倾向的人 你跟他讲话 他脑就一个地方会亮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反应 可是像IN 就是内向倾向 直觉倾向的 他可能会整个脑都亮一遍 所以你会表面上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呆呆的反应很慢 但殊不知 他想的比你更完整 因为他整个脑袋 他一个想法 他整个脑袋都亮过 他每一个部分都有 都有跑一次 他才讲话 可是我们现代社会 可能觉得这个人傻傻的 或者是反应慢 没有想法 我们比较喜欢反应快一点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辛苦的点 是在于他们的天生的倾向 他们天生的最舒服的行为 可能在社会上不太被接受 或者是不太赋予价值 就像我说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 透过YouTube 透过大家的留言 就是我讲INFP那一集 大家给我的留言 其实真的 我看了真的都很想哭 就是真的让我蛮震撼的 就是说 很多人讲到说 从小被社会的压力下 在社会压力下 其实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 天哪 然后 就是一直只能 想办法伪装自己 然后应付这个社会 就是说看了以后 真的很难过 那我就发现 其实台湾比我们想象多的人 其实是心里有很重的创伤的 那所以我录了一集 在讲儿时创伤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 创伤一定就是说 一定是父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或者是或者家里有家暴啊 或者是有什么 很严重的才叫创伤 但是其实有时候 父母给你这样子的期待 期许你做你不是的人 这个其实带给你的也是创伤 所以你有儿时的创伤吗 我觉得 我有提到我儿时的创伤 那我也提到 为什么不去面对这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讲了 好像对我爸妈很不公平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的爸爸妈妈 很开明 然后也给我很多爱 所以我一直去很抗拒说 我有儿时创伤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一讲 好像就讲他们是不好的父母 但是 现在当然经过这么多训练 我知道说 我是有创伤的 那我也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比如说 我父亲他自己也是年长 他才被疗愈 就是他小时候 他也是被他父亲 有给很大的创伤 他是跪在那边 背英文 就是跪在校园操场 就是被鞭打 叫他背英文 背圣经的 我爷爷的时候 是这样对待他 然后 他小时候 就是对我的严格 也是把我关在厕所里面 就是说 你再哭你就不信下 你不哭再出来 但这件事情 我到大学以后 他有跟我道歉过 但是我觉得印象深的就是 就是你知道父母是爱你的 可是当下你是受伤的 就是那个还是创伤 那个还是影响到我 就是说 就是不要哭 你不要哭 就是你内在声音 就是你一哭就说 你哭什么 你再哭你就不信下 就说 然后 还有其他的 就是不管是规划什么 所以你说 我也没有创伤 我觉得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有 然后我觉得 大家要去面对他 所以 就是 就像我今天说了 我还是要继续讲 就是我爸妈 真的是对我 给我非常多的爱 然后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这么做 而且我可以面对这些 而且其实 后来我父亲 其实在他的书里 或者他也是跟大家讲了 就是说他跟我道歉 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 很多人都没有学过 怎么当父母 就当父母 所以小时候是怎么样 被教育 他还会把 因为现在也很成功 我现在也不错 用那条教育方式 用在自己的小孩身上 他也没有想说 其实他也有创伤 没错 你爸爸也是有创伤 没错 他觉得 我这样子 我是这样被养大 我也是这样养我的小孩 没错 而且我觉得我们 都是 怎么会有恶意呢 都是在给爱 对 那我觉得MVTI 另外一点 就是我要提出 就是说每个人给爱 跟接受爱的方式 不一样 MVTI也可以给你一些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我一开始节目的介绍 Sherry忘了说 你的中文名字 就叫夏轩帝 对 因为我想说 大家比较习惯 你的英文名字 没关系 我自己比较习惯 大家叫我Sherry 对 那我接下来 再来问Sherry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像我同事都说 在网路上 花个十几分钟 就可以测验你的MVTI 那这个就是专业的 MVTI的测验方式吗 还是这个 其实MVTI测验 是必须要像你这样的认证 是在旁边辅导的 是不是有一些误解 好 那借这个机会 也解释一下 我看现在台湾 大多数的人 在做所谓的MVTI 都是在一个 16个人格类型的网站上面 叫做SixingPersonality.com 那其实他在里面 他从来不会讲说 他是MVTI 因为他不能这么说 他等于是运用MVTI的理论 他自己开发出来的评量 那因为MVTI的名号比较响 所以大家 而且他们其实理论 是类似的 然后如果你的性格 真的是很偏激 所以他做出来结果相似度 我自己观察 大概70到75% 那所以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说 还蛮准的 然后他也简单容易懂 因为他会给每一个人格类型 贴一个标签 就是说你是我们刚刚讲说什么 企业家型 企业家 外交官 守护者 等等的 那我自己大概有看过 我自己对他 对每一个型的描述 我觉得都还不错 但是我不是很赞同 他在上面贴一个标签 就是给他们命名 那原因是我觉得 他命的名 好像是一个职业 我并不觉得 MBTI 他可以跟职业 画上等号 就是 ENTJ在这里写的是 企业家 但是其实 ENTJ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家庭主妇 他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很好的艺术家 很好的作家 他并不一定要做企业家 所以MBTI 讲的 他是心智功能 他并不是 你的职业 一定有什么关系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行为 那 真正要做 一个MBTI的评量 你是必须要找到一个 certified的 这个认证的人 在你旁边的原因是 你必须要 有对的心态 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必须要在一个 安全的环境 来做这件事情 什么叫安全的环境 所谓的安全环境 就是我们讲的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是你心里觉得是安全的 你做出来的结果 不是会被人家批判的 不是会被人家贴标签的 不是会被人家拿来 比如说分班啊 或者是来决定 你会不会被录取 会被录取 对 升迁 或者是会不会 对 选财的 所以其实在官方的MBTI网站上面 就有看到 它是坚决不让人家拿这个东西 拿这个评量去选财的 因为MBTI它讲的 我一再强调是心智功能 它绝对测量不到你的IQ 或者你的能力 你可以是ENTJ这个企业家 可是你可以 工作能力非常的厉害 或者是非常的差 就是同一个类型 你都有发展的空间 你有自我觉察 然后你有自己在进步 跟你没有 差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能看到两个人 他的行为模式完全不一样 你就说MBTI根本不准 你们两个怎么可能是同一型 他们真的是同一型 有一个是开发过的 自我及有进步的 有一个是没有的 所以我不是很赞同 大家运用 光用这种标准的测试 或者是评量来选财的原因是 我不确定我们每一个人资 或者每一个企业 都有受过这么完整的训练 你很容易透过一个测试 或者是评量 给人贴标签 所以与其说拿这种评量 来选财 我会建议拿这种评量 来做向心力的工作坊 或者是让我们大家 可以互相更理解 更能够欣赏 每一个人的特质的工作坊 那也就是我公司在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叫我来帮你选财 用这个我是不愿意的 所以你通常 因为这个Sherry 有一家公司叫 白燕国际顾问公司 所以通常就是公司会请你去帮他 比如说某一个team 然后每一个员工做评量 他是什么型 然后呢评量完呢 其实我会做的是工作坊 而且我比较倾向喜欢做这样子的工作坊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然后你不需要一定要Sher你个人的型 你这个型只有你自己看 你爱分享 你分享 你不爱分享就不要分享 没有关系 通常会分享 一般人会爱分享 我跟你说 一旦你让他们觉得很安全 就是一旦你有铺陈说 每一个类型都有它的优点 跟缺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家都很爱分享 可是你在没有讲这些之前 大家会多多长长不太想要给你看 因为我会觉得 我好像把我的命盘给你看一样 就是说不想要你 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看我 所以为什么很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certify的人在旁边 因为我们一开始会让你有正确的心态 做完了以后 我还要debrief 就是我还要告诉你 每一个型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中间有任何的误解 你也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一定要让你自己去评估 你是什么样的型 然后对比一下说 你做出来跟你自己评估的 哪里不一样 为什么 那为什么这可以加强沟通 做这样的过程可以加强沟通 这个我最近才做一个工作坊 就是WB的这个academy 可以加强沟通的关系 就是说 好我比如说 E跟I的不同 我们讲内向跟外向的不同 E的主管通常呢 E的人 可以边讲边想 他的经历来自于 跟外界的互动 所以有E倾向的主管呢 他很喜欢说 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所以 那我刚刚不是讲那个头脑的部分 所以E的反应很快嘛 那反应很快 可是他没有想得很清楚 他边讲边想 所以他先讲了以后 他讲一讲一讲 他可能说 不对不对不对 好那我们可能换一个想法 因为他一边讲 他的思考是放在外面 可是E的人 他的思考是在里面的 所以他全部想完一圈 他才要回答 好那你知道E跟E的人 在开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是E的主管 我自己讲完话以后说 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好下一个真的 E的人还没有想完 这个会议就结束了 他还没开始讲话 他根本没有时间贡献 那E的主管会怎么觉得 这个人 对公司没有什么贡献 或者他的反应太慢 或者是什么 就是他好像没有在听我们讲话 他为什么每次的 participation都这么低 好那应该怎么办 那如果是怎样 怎么让他们一起开会 让I的先讲 如果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I的人 他是这样的思考模式 那你是E的主管 你会怎么做 就给他们一点时间 对 然后给他们一点时间 晚一点开会 请他们先讲 因为他已经有时间想过了 事先把议程给他们 这是一个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安排会 安排他们讲 一定要讲 安排他们一定要讲 或者给他们思考的时间 所以E的人有的时候 不愿意等那七秒钟 就是大家好像坐在那边 好像觉得很尴尬七秒 有没有 awkward silence 你就让他发声 因为有的人就是需要想 你一直急急急急 I的人他没有办法 对这个公司有所贡献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东西 可以贡献 那所以这个是 我随便讲一个案例 这个就是为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的不同 然后看到说 不同的人这样子做事情 他对公司都会有贡献 我们如果所有的人都是E 大家讲 对对对 好 走 你看美国有多少 行销的campaign出问题 之前百事可乐 就是出了一个很糟糕 那个Kindle Jenner的那个 就想说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出了一个 这样子不符合社会的这个 就是这么controversial的广告 可能里面的主管都是 同一个type 大家讲一讲 讲一讲都觉得 对好主意 go 然后没有人把他们拉回来 所以好像除了沟通 可以加 就是做这样 workshop可以加强 内部的沟通 因为要包容 甚至欣赏 差异 另外一个是 是不是在多元 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里头 也应该其实要有 不同性格的人都有 对对 我们的组织心理学 就有提到说 组织在最完善的时候 是一个多元共融的组织 而且互相可以欣赏 是最棒的组织 他的成效 不管他的 他的profit 或者他的成效 都是最好的 那第二个就是 完全是同样类型的 就是一言堂 那第三个才是 多元的 然后互相都不欣赏的 因为你其实把 你说一直要多元共融 我就是为了要这个quota 我把一堆不同的人 塞在一起 可是我们互相都讨厌对方 你反而更没效率 所以最有效率的就是 我们是多元的 可是我们互相欣赏 那这个造 那这个的效益 是非常 这是无可限量的 我们今天跟Sherry 不知不觉的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相当的精彩 所以我们到最后 还是要请Sherry 为今天的访谈 稍微做一下总结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做这些人格评量 我们会改口 一直在改口 不要讲 因为我们讲太多了 性格测验 性向测验 以后我们要改成评量 我们做这些人格评量 其实我们都以为 它是在组织内 人资管理 或者是人资 为了了解员工的个性 要给他派 比较符合他个性的工作 事实上他对 我们个人也成长 也是有帮助 从Sherry自己的例子 他自己走过了 这个忧郁的过程 甚至重新发现 自己可以改善 跟家人的沟通 那所以到最后 我们还是来 请Sherry分享一下说 我们一般人也好 或组织也好 分两个层次 就一般人 做这些心理的评量 其实你觉得用 他可以给我们什么帮助 然后我们 如果要一个认证师 那我们又想要了解 自己的NBTI 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先问这个问题 一般人 那接下来我会问 对企业来讲 针对个人的部分 因为我现在没有提供 个人的服务 不过我现在自己 在写一本书 所以未来呢 如果个人有这样需要的话 可以透过我的书里面 做一些自我的评量 然后自我分析 那我的公司 是有提供组织 这样子的工作方 也就是 team building的工作方 那这个的功能 就是说 能够看到 我们组织里面 我们组织的team type 我们组织的优势 跟我们组织的盲点 还有可以协助 组织的成员里面 可以更好的沟通 然后可以 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 所以现在 我公司是有提供 这样子的服务 所以呢 就是很难 各位听众 个人要做 恐怕比较困难 那网络上 那个其实 也不是真正正统的 所以如果是 你服务的公司 或者你的团队 想要建立team building 或者是说 想要了解 我们的人才 是不是真的符合多元 就是你刚刚讲 最好的团队 是多元而共融 不要一言堂 或者也不要 各有三头多元而分裂 彼此斗争 这是更糟糕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或许也可以 找Sherry来协助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谈的呢 好像跟我们正统 在谈策略 组织管理 有一点 跟我平常谈的主题 没有那么一致 但是现在这个领域呢 的确是 大家非常好奇 而且事实上 如果我们做得对的话 对很多企业的人资管理 人才管理或team building 团队的建议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呢 非常谢谢 今天Sh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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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谢谢各位 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再相会 谢谢 谢谢 感谢